新发行的疫苗数位证明昨天开始启用 不过上头青天白日的国徽让立委质疑 有跟国民党徽混淆的疑虑 不懂为什么要加上这个设计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解释了 疫苗数位证明就是在比照护照的设计 让民众在国外也方便通行 没必要污名化 疫苗数位证明上路 未来国内外通行就靠他 但上头这青天白日是国徽还是党徽 民众傻傻分不清 有点像党徽要这样放 放个青天白日满地 国旗就好了嘛 党徽吧就是比较接近会误会 这场大白民众误把国徽当党徽 立委质疑党国徽相似度高 容易混淆却现身疫苗护照意义何在 纸本的这个小黄卡上面 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特地放国徽的情况 国徽还是蓝色的 那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奇怪 因为这跟实体护照其实也不相同 并不觉得说在上面一定要放上国徽 大家才知道这是来自台湾 党徽国徽比一比 虽然一样是青天白日 但国徽的白日比较小 光芒没有触及外环 国民党徽白日的边缘 则是与外环相连 指挥中心也说明 疫苗数位证明 就是参照护照格式 方便在国外使用 看起来它是国旗里面的一个灰啊 我想大家也没有必要污名化 数位证明里面我们是要一个健康的一个认证的工具 我们不想沾上任何一个政治的争议 这引用在护照上面的一个官司的一个格式 就希望这样的争议能够减低 那也期待国人或有人不需要用有色的眼光来看 语气严厉要外界别犯政治化 疫苗护照设计意味让党国会争议再度浮上台面 记得旅行们杨岳达台北报道